近段时间,特朗普政府频频对华下手的同时,也瞄准了部分中国企业,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,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下手。 例如就在8月6日,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,要求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个人和实体,在45天后不得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开展业务。 同时,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将TikTok美国业务剥离给美国公司。 对于特朗普打压TikTok这一举动,中方曾提出严正交涉,但美方一意孤行,中方也绝不会任人欺凌,必将反击。 如今,特朗普政府没等来中企的屈服,先等来了一封起诉书,这一次轮到中方出手了。 据澎湃新闻8月25日报道,美国当地时间24日,TikTok正式在美国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,主张废除特朗普发布的针对TikTok的行政令,并直接列出了特朗普政府的四项违宪和三项跃权行为。 一、为救TikTok封禁给予字节跳动和TikTok通知,且未提供申诉的机会,因此这一行政令的流程违宪。 二、该行政令所依据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,本身违反了禁止授权原则,总统强行下达禁令,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,构成违宪。 三、特朗普要求从微软对TikTok的收购中抽成,构成违宪。 四、该行政令禁止TikTok在美运营,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,构成违宪。 而三项跃权,其一、禁止TikTok在美运营,特朗普政府给出的理由通篇使用了潜在、可能、据报道等含糊表述,拿不出实施证据,行政令颁布基础不合法,构成跃权。 其二、特朗普针对TikTok的行政令,打击范围却涵盖字节跳动及其子公司,构成跃权。 其三、该行政令限制个人沟通交流及信息材料传输,构成跃权。 如今,TikTok将特朗普政府的四项违宪和三项跃权行为列出,总结为七宗罪,正式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。 对此,中国外交部也发声力挺。 就在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,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,中方支持相关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,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。